是这样再画吗 这样画的西瓜既平面颜色也特别的大 今天老师来教大家画一个简单又好学的西瓜 首先我们找一个铅笔 把西瓜的三角形画出来 带上后面的厚度 下面我们用一个弧形给它连接 注意西瓜皮的厚度我们也要画上 再用铅笔画上西瓜的瓜子和西瓜的投影 上色我们用这个红颜色去给它补完 第一个面积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采取平图的方式 可以把西瓜里面的话呢 全部图均匀 橙色我们可以加在刚刚涂的红颜色里面 把刚刚的这个颜色可以画均匀一些 再用红颜色我们的话呢 画的让颜色更加的立体厚重 而且噪点的话呢不要太多 我们用黑色把我们刚刚流出的西瓜籽 我们给它加重 整个西瓜我们再用粉色把它涂抹均匀一些 接下来我们用白色给这个西瓜提一些里面的白丝 包括我们边缘的话呢可以给它淡化一下 深绿色我们可以把下面的瓜皮加重一点点 瓜皮的上面我们可以用一点稍微偏浅一点的黄绿色 我们给它涂上最后我们用白色把瓜皮揉和 捐匀一些再用灰色包括我们红灰色画点影子 这个西瓜就完成了 一个超级强的体积量的西瓜就出来了 大家学费了吗